每天早上七时,小安琪孤障罗杰成到服役局排队索取探望信件,才能跟小安琪相处短暂的两个小时。 风采杰只感谢罗杰成的信赖,允许记者跟他一早到服役局一起陪同小安琪。 但是令人心碎的是,每次离别时,小安琪总是紧紧地抱住故障的肩膀,嘴里说不出话,只能放声哭泣。 轰动全国的小安琪失踪案,因为父亲的毒瘾撕碎,让小安琪以一万两千令吉卖给了中介,再辗转到新加坡,由一对夫妇领养。 直到媒体曝光新闻后,小安琪才重返家人手中,只是在儿童法庭监管下,小安琪只能安置在服役局为期一个月,无法和家人一起团聚,包括农历新年的重要日子。 小安琪被安蹲在服役局后,她不再像以前活泼,面对人会感觉害怕,只有在姑姑和姑丈探望时,才会露出一丝喜悦。 小安琪始终是个小孩,大人犯下的过错,不该让她来承受不断上演的分离之痛。 关于领养小安琪的新加坡夫妇,还有更多她亲生父母的家庭背景故事,请看第628期风采杂志。